大家好,我是我老胖子 那么这个神秘的13岁最大 说不到大火烈的没有 2.1剧型里面的表现可谓是相当强烈了 那么今天来说说 到我们手里的加拉赫又是个怎么样的角色呢 那么现在总比较目前来看呢 作为一个击破攻击奶啊 奶量比罗刹低一点 比霍霍稍高 产点能力呢 没有罗刹好 没有团队充的能力 但是击破特攻呢 是一大特点 而且当然就能抗体12层萨姆的压力 虽然有咖喱翻车 但是在目前的环境来看呢 如果你没有两个五星奶妈 是非常值得练起来的一个奶妈 那么要是再来一个击破大C 加拉赫就很好用了 OK,那么接下来是加拉赫的技能解析 加拉赫八数级基础生命1305 6个风饶排第3 基础攻击529 6个风饶排第4 基础防御441 6个风饶排第5 整体三维呢 中等偏下 行技点满呢 共提供29%的效果抵抗 13.3的击破特攻 18%的生命值 异龙整体比较简单 战绩就是一个纯粹的奶啊 奶量呢 是一个固定值 不吃攻击力和生命值 啊 回复30的能量 终结技使敌方全体先用两回合 冥丁状态 下次普攻强化为九花奔勇 再点出左行技时呢 释放终结技后 立即使自己行动体现100%啊 注意啊 这个释放终结技后才会行动体现 那所以呢 如果你用大招插队 敌方精英的两动之间呢 只有大招的那一下可以插队 大招之后的强化普攻呢 得等敌温动完之后才能行动啊 天赋 冥丁是目标受到的几乎伤害提高10%啊 冥丁目标受到五方攻击回复 攻击者640成命值 点出加拉赫的上行技之后呢 此次回复对五方队友去误会成效 也就是说原本是当奶的啊 点出这个行技之后呢 就变成群奶了 而这个奶呢 不管多少段攻击都只会回复一次啊 但是如果你攻击了多个敌人 那么就会回复多次 那比如我这里 艾斯达战技四段伤害啊 攻击了一个敌人 就只回复了一次啊 但是呢 攻击了三个敌人就回复了三次 那么所以加拉赫的奶呢 是比较偏向于群攻角色的 普攻造成100%攻击力火伤 一点破热20回轮 强化普攻 九花奔冗 造成250%攻击力火伤啊 使目标冲击力降低15% 持续两回合 不注意啊 加拉赫的冥丁和降攻都属于负面状态 又行技 加拉赫提供的治疗量提高 提高数字等同于G-PRO特攻的50% 最多呢 使提供的治疗量提高75% 也就是150%的G-PRO特攻 就拉满治疗量了 那么整体呢 是一个比较简单明了的技能模组啊 在奶人方面呢 有点类似于罗刹啊 但是罗刹的奶呢 是逆长奶 而电欢波斯呢 也不怕 而加拉赫呢 只是敌方负面授机来 那目标死的话 就得重新上负面才能奶了 且灵魂加拉赫呢 没有解控和效果抵抗的能力啊 遇到控制欲比较强的 怪呢会比较乏力 技能加点上呢 升级大招是加伤害的啊 所以优先级是最低的 那么加点优先级呢 是天赋大于战绩 大于普攻 大于驾掌 OK 那么接下来是加拉赫的光追对比 那么加拉赫的奶量呢 不看攻击力和生命值啊 且队友攻击次数越多奶的越多 我们以加拉赫战绩奶一次 明丁奶八次 加拉赫没带光追为基础来计算 奶量最高的呢 是应着加拉赫的光追合物为之呢 这里呢 是以我个人加拉赫的生命值面板 约4500来算 不同的生命值会有不同的结果 但整体应该是大差不差的 那此时恰好呢 紧跟随后 但是要注意的是啊 合物为真对加拉赫的奶量会更大 而此时恰好对团队的奶量更大 所以呢 如果只考虑奶量的话呢 此时恰好的泛用性会更好一点 一般而言 队友呢 应该是比加拉赫更加危险的 但是合物为真又提供了 击破特攻的属性 这一点呢 各有优点 一般哪个高点影就用哪个就好了 那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使用 目前而言呢 我更推荐大家使用此时恰好啊 加拉赫一旦被控了事情就干不了 OK那么接下来是加拉赫的仪器选择 加拉赫的仪器选择就不要搞了 根据奶量差距来选择就可以 二治疗加二击破呢 是奶量最高的选择 是基础的110 二加二击破套略低一点 是基础的109 但是考虑到加拉赫击破特攻 也有点用啊 整体会更加推荐二加二击破套 而四治疗的话呢 就看你需不需要开局多一个三击 躯干治疗量加成 脚步速度 卫面球攻击力100N 扛步速的话可以带生命值版 连接成能量恢复效率 四魂的话可以选择激破特攻绳子 连接绳子里呢 由于鸣钉是上在敌方头上的 所以加拉赫其实是可以不带能量绳的 面对精英怪的时候呢 基本是可以循环的过来的 但是日常融会很难受 想奶的时候奶不出来 可能开出大招呢 怪有死掉了啊 所以整体会更加推荐 也带通龙绳啊 副次条激破特攻大于速度 大于攻击力版比大吉他 OK那么接下来是加拉赫的队友推荐 加拉赫呢除了奶量啊 还有负面激破伤害提高 激破伤害呢 目前几乎只有软煤 有点关联了 那也不可能为了软煤 特意带加拉赫 是吧 所以呢从激破伤害这点来考虑呢 目前是没有适的选择的 而负面状态呢 跟黄泉就非常匹配了啊 甚至对黄泉来说 加拉赫是最适合的奶妈 自身有两个负面状态 可以有效加快黄泉开大的速度 但是效率呢 也不如宇宙存护或者双斗的速度 加拉赫进入黄泉队伍呢 只能说是凑合人 所以加拉赫整体队伍搭配 你既可以说他可以去任何队 也可以说他在任何队里面 都有其尚未替代 唯一无可替代的呢 估计就是黄泉的队伍里面 单一个宇宙存护 没法保证生存的环境啊 就比如宇宙火阻啊 扛不住压力 但又没有更好的户 这个时候加上加拉赫 就是很好选择了 整体来说呢 目前加拉赫有点类似 小号罗刹的感觉啊 12%击破伤害提高呢 暂时没有可用处 但如果各位没有罗刹 也可以先用着加拉赫 好吧 那么接下来是加拉赫的 金魂对比 一魂 金魂战斗恢复20能量 效果抵抗提高50% 加快开场循环 效果抵抗是一直有了 相对比较重要的新魂 二魂释放战绩解除 我方单体一个负面效果 使其效果抵抗提高30% 加拉赫多了一个解副运的效果 更好用咯 四魂 明镜状态延长一回合 只考虑单体循环的话呢 加拉赫可以不带冲冲绳了 但是呢 换波次会比较难受 加拉赫 金魂特攻 其实收益也没那么高 也不差呢 他那一点击破伤害 所以呢 即使是四魂 我也推荐大伙带冲冲 六魂 金魂特攻提高20% 弱点击破效率提高20% 好用 但是没有知变 整体来说呢 加拉赫收益比较大的呢 是在前两魂 基本灵魂是完全起 二魂会更加好用 四六魂请上天花 现在呢 就是比较简单 那么到这里呢 加拉赫已经差不多解析完了 我们再来准备一下 一 加拉赫 小机魄伤害管 来量呢 有点类似于小楼叉 方阔齐拳的话呢 比较难上场啊 缺楼叉的话 可以用加拉赫顶替一下 黄泉队呢 有一定的就业面 但并非核心 二 光追推荐 此时恰好 与合物为真 哪个高阶用哪个即可 三 仪器 二脚二机魄套 四魂克 看勤狂肉 躯干 治疗量加成 脚步 速度 微面球 攻击力百分比 卡姆珠呢 可以带生命质百分 连结绳 能量恢复 效率 副词条 击破特攻 大于速度 大于攻击力百分比 大于他 四 队伍搭配 万有型小罗刹 击破伤害拐啊 目前并非核心 缺负面 或奶的话 都可以上 五 星魂 灵魂完全体 一二魂会更加好用 四六魂小提升 六 等一个击破伤害C OK 以上就是新四星风饶 加拉赫角色攻略的全部内容了 整体呢 我个人是比较满意加拉赫这个程度的 虽然暂时没有击破伤害C 但是作为小罗刹 其实奶量是够用的 而且进入黄军队呢 也有一定的作用 好吧 如果觉得视频对你有点帮助的话 请点个赞支持一下 我是刘伯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了个拜